我们知道最近日本在军事上也是动作频频 甚至扬言要用反舰导弹来封锁宫古海峡 而此时中国也曝光了反辐射导弹 那您觉得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针对性呢 一旦中日之间在东海地区发生了冲突 那反辐射导弹会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其实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一方面这是我们在提高自己的军事透明度 让其他国家了解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你在量自己的家底本身就是在秀肌肉 特别是现在东海如此的不太平 日本如此的嚣张 那我觉得把我们的先进武器量一量给它看一看 起码让日本了解到 那么想和中国打仗必须要掂量掂量 那说到反辐射导弹呢 其实这种导弹它的最大的一个功能就是攻击敌方的雷达 现在无论是你是飞机也好 还是防空导弹也好 还是舰船也好 那你要想发挥作用都得要有雷达 没有雷达就相当于你没有眼睛 那么反辐射导弹 它就是要打对方的雷达 只要你雷达一开机 它能够捕捉到你的信号 然后呢实施攻击 那我们知道日本的宙斯盾舰上面装备的就是多功能相控阵雷达 那么日本的88式反舰导弹 它要想打中我们的舰船 同样它也需要雷达 所以说我们有了反辐射导弹 那么从最现实的一个用途来讲 日本的宙斯盾舰 日本的88式反舰导弹的雷达 实际上都可以受到我们的威胁 都可以在我们的打击能力之内